各位朋友大家好 7月20号吉林药监局公布了一则消息 说是他们当地的一家医疗制品公司 也就是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向山东销售了25万只伪劣的疫苗产品 叫做百百破疫苗 就是治疗婴儿幼儿的百日克 百喉和破伤风的联合疫苗 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 引起了广大的网民的极大的愤怒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发言人 元湘居士也是连发了两则的视频 公开的谴责这件事情 同时分析这件事情 它背后的产生的原因 就是中共这个体制 它本身它就是希望老百姓病 并且希望老百姓病了以后 从中牟利 从中由这条渠道来榨取老百姓身上的财富 那不仅仅我们这些反共民主人士 做出这样的反应 很多社会名人也做出了反应 比如说像这个有名的电影演员国际章 张子怡也在他的微博上面发表了一桌评论 说是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那还有什么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呢 那这个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指的中共的这些高官 和与他们勾结的商人 广大的网民自然的也是非常的愤怒 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凡是能够网民能够自由发言的地方 大家都是一边倒的 在评论这件事情 在批判中国的这些官商 无良的这个商人 和这个与他们勾结的这些官僚 由于在海外西方世界 有大家有自由发言的空间 所以海外华人的自媒体 也是纷纷站出来 对这个现象进行谴责 但是现在我们关心的是 这个现象这种民意 这种巨大的舆论的压力能够持续多久 能不能够持续到这个主要的责任人被惩办 能不能够持续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能不能持续到这些专家学者 能够把这件事情前因后果全部讲清楚 这个制度的原因全部分析出来 能不能够呢 我们对此表示非常的悲观 现在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这个舆论非常容易旋风骤起 同时也会非常迅速的消失的这么一个年代 尤其是中共他们特别善于操纵舆论 特别善于引导舆论 他们在海外在国内都有庞大的团队 进行引导舆论的工作 他们的手法相当的娴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民间的这个自视人人 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不仅仅是要加入争讨谴责的这个行列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这个民意的风暴过后 我们一定要有所积累 我们全民共振平 呼吁大家这些有识之士 有志之士 希望中国能够改变的能够向好的方向进步的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大家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趁着这一次民意的旋风 我们向自己身边的人周围的人来跟他们进行联络 跟他们进行交流把大家的这个共识能够形成 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威胁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有儿童的家庭 我们不能够随意放过他们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第二个呢 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一定要联合起来 一定要公开的勇敢的站出来 这个为自己的孩子出生 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社区做起 从我们自己的街道做起 从我们自己的城市做起 把所有关心下一代的这些家长我们联合起来 能联合多少算多少 联合起来了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跟他们较真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抗争 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联络 一切从联络开始 联络了 大家组成微信群 组成QQ群 经常在一起讨论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不放过 一直一直追根问底 一直坚持到底 让他们无所遁形 他们虽然有权利 但是一定要把他们置于舆论的谴责之下 置于民意的法庭之下 让他们一直在那接受审判 我还想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 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蹊跷 这个毒疫苗的事件不是从今天开始 早就有了 这个长春长生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的公司 他们并不是第一天开始制造毒疫苗 贩卖毒疫苗 在全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的受害者 有很多儿童因此死亡 很多儿童因此被这个制残 那么现在有很多这个毒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 他们在过去好几年都不断的在上访 不断的在伸冤 但是不断的遭受打压 有一些人甚至是被关进牢里面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个吉林药监局啊 他居然就能够站出来 能够向这些商人开火 能够向这些制药厂开火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这到底原因何在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吉林的长春长生公司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公司本身以前是一家国营企业 那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由私人入股 那2006年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女商人叫做高俊芳 他就用了2000万人民币 把这个公司就转变成为了私营的公司 这个私营公司 争议怎么突然就越做越好 到了2015年 他们开始上市的时候 他的市值是达到65亿 那就是在这个事情爆发的 这个暴露的前几天 他们这个股票跌之前 他们的市值已经达到了几百亿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公司从2000万到几百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过程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因为这个疫苗制造厂 他们本身这个行业 从一开始 从研制到批准 到最后的销售 全部是由国家控制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业 由国家高度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他怎么可能转到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家的手上呢 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暴力行业 他的这个利润 比那些老牌的 有特别专利的 有这个特别技术诀窍的那些行业 比如说茅台酒 比他们的这个利润率都还要高 茅台酒的利润率只有90% 他们能达到92% 93% 95% 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行业 怎么可能由民营企业家来控制 但实际上 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 只不过是中共红二代大家族 他们的白手套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他们都是在帮别人管钱的 那么这个长春长生公司 所谓的掌门人高俊芳 也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高俊芳背后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呢 我们现在就不说了 大家今后一定都能够看得见 一定能够看得见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蹊跷的事情是 既然他背后的后台有那么硬 那小小的吉林药监局 怎么敢跟他们叫板 他们吃了报纸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那其中是什么原因呢 我就这个问题跟国内的 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做了一下探讨 那北京的那个地方到底是消息灵通 所以这些朋友给了我一些提示 大家都记得前几天 市面上传闻最多的就是政变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这个北京的朋友说 他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是空穴来风的话呢 那个栗战书怎么最后还要出来呀 要讲要定于一尊呢 现在呢 这个政变的疑云呢 总算是暂时的消散了 习近平现在呀 这个放心的去到非洲去做访问了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 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疑云还没有消散 只要这些人还在 只要这些试图发动政变的人还在 只要试图发动政变的这个原因还在 那么习近平就不会安身 他就一定要采取动作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习近平他一个人 他要想大权独揽 他要改变中共过去 邓小平确定下的 这个集体领导制的这个模式 改变了这几大家族 几十个大家族 几百个大家族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一人独裁 那么势必引起其他大家族的 他们的反对 势必会影响到威胁到 他们的安全和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下 不政变是不可能的 政变只是迟早的事情 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 现在呢经过这一轮的这个政变疑云之后 现在更要快马加鞭 要搞定对方 要消灭对方 而习近平呢 他这个有什么办法来消灭对方呢 如果是仅仅是想打击那些平民派的官员 像孙政才呀 像周永康这样的一些人啊 根基不深厚的这样的一些人 那用贪腐这个罪名呢 就足够把他们给消灭掉了 因为中共体制内没有一个人不贪腐 没有一个家族不贪腐 但是呢他要想对付这些大家族 这些根深蒂固的大家族 那仅仅用这么一个罪名是不够的 仅仅动用法律手段那是不够的 必须动用政治手段 必须运用民意 这就是当年呢 这个老毛对付刘少奇的办法 那刘少奇已经在党内啊 树打根深了 毛泽东要想干掉他 那没有什么办法呢 说是跟他安个罪名 没那么容易呀 所以他必须得发动红卫兵 在全国啊搞文化大革命 现在的习近平呢 他没有毛泽东的那样种个人的魅力 没有毛泽东啊在民间呢 那种声望 没有毛泽东那个时候啊 这个愚民多啊 他也没有毛泽东呢 那么会忽悠人 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呢 现在就有人跟他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是王沪宁还是栗战书啊 现在还不确定 反正是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就是说啊 要运用老百姓的愤怒情绪 摧毁对手 最容易让老百姓愤怒的 就是这个毒疫苗事件 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他们的孩子的健康 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未来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命根子 是大家的这个家庭生活的中心 是家庭的希望 那么一旦这个希望这个受到了威胁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很愤怒 把这个愤怒引导到一个地方去 引导到哪一家 哪一家就会毁灭 那不管你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再大 那么只要所有的老百姓呢 都因此而反对你 那你几乎没有存活的希望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在做这一步的打算 我想跟大家建议的是大家第一个一定要明白 中共体制内 中共这些大家族之类 红二代之类 没有一个是好人 没有一家是好人 从道德上判断 没有一家是好人 从法律上判断 没有一家不是罪犯 他们都贪腐 他们都残害老百姓 他们的家族都背负着这个血海深仇 从刚刚见证开始 他们就在作恶 一直做到现在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们之间内斗起来 大家一定要看戏不怕抬高 要怂恿他们 推动他们内斗 斗得越厉害越好 狗咬狗 咬得越狂越好 那第二个 是一定不要被他们当作是工具 不要让他们操纵 指向哪里呀 我们就去打哪里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毒疫苗能够突破层层的监管 流向市面 那最后啊 注射到这个大家的孩子的身体里面 就是因为啊 这个体质 从根上面出了问题 这个体质本身已经腐烂到了极点 为什么疫苗 毒疫苗出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年 现在才开始啊 这个引起大家的这样的程度的关注 就是因为他们呢官官相护 就是因为他们呢官商互相包庇 就是因为他们官商一体 意识到这样一点 我们就要从这个根子上面 找原因 就是要击败他这个体制 而不是让他们呢 其中的一派人打倒另外一派人 然后呢自己独揽大权 如果让其中的一派独揽大权 那么今后我们面对的灾难就会更大 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更强 所以要趁这个机会啊 怂恿他们内斗 但是呢不能让他们 不能让其中的一派站到主岛 我们鼓励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 现在要改恶从善 要立功赎罪 要马上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即使是你在这个毒疫苗事件当中啊 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甚至是你就是背后的那个大家族 在这个上面呢 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你只要立了功 人民一定会原谅你们 现在你如果还想在党内解决 那么习近平政权一定会干掉你 那个时候一旦你们进了秦城 一旦你们因此而进了秦城 这个国家无论将来怎么样变 无论走哪一条道路 你们都会在18层地域底下受尽折磨 永远不得翻身 你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永远背负骂名 而你们如果趁这个机会跟习近平翻脸 站到人民的一边 公开的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 公开的动员人民起来反抗 起来推翻这个造成大家悲剧的造成这个国家悲剧 造成人民损失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从这个层面来着手 那么你们就立了一间大功 你们这间大功就会赎清你们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种种坠裂 你们的子孙后代就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现在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很快很快 习近平的这个钢刀就要架到你们脖子上面 那个时候你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很快 那就在这几个月之内 你们就有灭顶之灾 所以啊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反击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那今天呢我来总结一下我讲的两条啊 这是在毒疫苗事件当中 我们老百姓老百姓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家庭组织起来 所有的民间的自私人人趁这个机会 把自己身边的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一旦有一个群体走上街头抗争 那形成了一个规模 那么我们就站出来声援他们 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抗争 再把这个毒疫苗的事件提出来 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号召所有的人都出来抗争 体制类的这些大家族 你们听好了啊 现在这个钢刀已经快架到你们脖子上了 习近平已经要向你们动手了 这次毒疫苗的事件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就是动手的前兆 这个一旦发酵起来 一旦他们把老百姓的这个愤怒啊 全部都引导指向你们 你们就有灭顶之灾 你们呢就万劫不复 所以现在赶紧赶紧 悔改赶紧站到人民一边 赶紧立功赎罪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好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各位朋友下一次再见